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雅居 第2067集 秘境 可惜无论他如何努力 都把握不住那空间力量的痕迹 一时间懊恼万分 可杨开那边已经长生而起 身形晃动之下便窜进了虚空庸道之中 在他身影消失的同时 那裂开的虚空庸道 似乎也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一下子弥合 也恨妇女二人都面色忧虑 不知道杨开此行是否能够顺利 又或者是迷失在虚空裂缝之中 永远找不到归路 庸道内 杨开信不前行 四周的虚空乱流冲击而来 却被他身上一股神奇的力量牵引到一旁 根本不能让他分好 对空间力量的掌握 杨开早已不是当日的无暇阿蒙 那空间法则已经深入到了他的骨髓深处 所以这区区虚空乱流 根本不能妨碍到他 此刻让他有些难办的是 如何寻觅到那秘境的出口 虽说有两座阵机彼此相连 但在秘境中的那一座 似乎早已损坏无数年 杨开也只能模糊地 把握住那边传来的链接 并不能完全肯定 他在这虚空拥到之中 也只能顺着那微弱的联系传来的方向迅速前行 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微妙的联系越发显得清晰 让杨开确定自己的方向并没有出错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杨开忽然在某一处停了下来 神念放出感知片刻自语道 应该就是这里了 书画间他再次动用空间之力 徐徐探出双手 朝那前方紊乱的虚空乱流插去 双手锁过之处 一层层连衣荡过 那乱流如皱起的指正一般被抚平 而随着杨开双手的撑开 一丝光明忽然从前锋炸现 杨开的眉头一扬 知道自己感应的没错 愈发加大了力道 少前 用道之中再次被杨开撕开一道裂缝 从那裂缝内部 杨开隐约看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景色 心中一喜 不再迟疑 直接从那裂缝窜出 微微失重的感觉传来 杨开很快稳住身形 待他视野恢复之后 他便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另一片天地 此地灵气竟是浓郁至极 丝毫不比自己的小玄界差 那欲结在一处的灵气 竟然还有雾化的记性 让人瞧得叹为观止 灵气浓郁 此地的植被生长得也极为良好 草丛茂密 而他所立之地 正好有一座镇基平台 这镇基平台与杨开心前 在千叶宗那幻镇山谷中 看到的一模一样 显然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是与那一座镇基平台 彼此连接的另外一部分 不过大概是因为很多年没有被使用过的原因 这镇基平台上长满了青草 让这镇基显得有些破坏不堪 看到这个镇基平台 杨开就知道自己没找错地方 这里应该就是千叶宗的秘境 也是千叶宗当年兴盛的根基 同样也是千叶宗衰弱的原因 杨开身受异服 灼热的力量弥漫出来 一下子就将那些青草焚烧成灰 露出了完整的平台来 他神念扫过 想知道这镇基平台出了什么问题 竟导致两地无法连接 很快他就有所发现 不禁轻移了一声 事情虽然跟他预料的差不多 但却有些出入 这边的镇基平台确实出了问题 但并非是自然的问题 而是人为造成的 杨开发现 这镇基平台上钻刻的图案 有一道剑痕贯穿了整个平台 正是这几幅图案的破坏 才导致了这镇基平台出现了缺陷 无法再使用 怎么会这样 杨开不免有些疑神疑鬼起来 据叶清涵当日所说 千叶宗之所以逐渐没落下去 就是因为这秘境入口忽然关闭 若只是如此的话 千叶宗倒也不至于没落地这么彻底 关键是在秘境入口关闭的时候 当时的千叶宗宗主还在这秘境之中 那一代的宗主将宗内大多数功法和秘术带了进来 导致千叶宗传承断裂 所以才逐渐衰弱下去 到了如今 千叶宗甚至连那些地级傀儡都无法再驱使了 只能任由他们在那主殿前方的广场上风吹日晒 他本以为这一切都只是机缘巧合而已 也唏嘘过那一代千叶宗宗主的气韵不济 偏偏在他进入秘境的时候入口关闭了 却不想事情的真相跟他猜测的有很大出入 这边的阵机平台被人为的破坏了 从那一道健衡的力道和圆润程度来看 破坏着阵机的人当时无疑很清醒 他没有大肆破坏 只是在阵机平台上砍了一道裂缝 让两地的阵机失去联系 结合叶清涵所言 这一切无疑就是当时的千叶宗宗主看出来的 他并非是因为阵机忽然损坏而被困在这里 而是主观意识上的要留在这里 为了不被人打扰 他甚至不惜损坏了这跨界的空间法阵 他带着千叶宗的诸多功法和秘术留在这里做什么呢 难道是要参悟什么秘术不想被人干扰 迎开一脸的茫然之色 若是如此的话 倒也说得通 这阵机上的剑痕并不算深 只是恰好能阻碍两地传颂 若有合适的材料 实力稍微强一点的人应该都可以修复 那一代千叶宗的宗主 最起码也是个帝尊经 甚至有可能是帝尊三层境级别的强者 他损坏这阵机 必定不担心自己无法修复 只是他到底要修炼什么秘术 竟然非得跑到这个地方来 杨开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只能摇头叹息 他没有急着去修复这阵机上的裂缝 而是取出了叶恨此前给他的地图 稍微看了一下 这份地图并不复杂 因为这个秘境不大 差不多只有他的小玄界大小而已 但此地的天地灵气 却是极为出色 显然是有极好的地脉存在 若是能将两地阵机修复的话 便可以将千叶宗与这秘境连接起来 到时候此地的灵气 也可以为千叶宗所用 千叶弟子的修炼环境 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地图上标注得很清楚 杨开很快找到了 那地天谷所在的方位 少秦他收起地图 寄出自己的木舟 朝那边飞驰而去 沿路所过 杨开喜不自尽 不时地要停下来 往下方飞去 因为这秘境之中 竟然有许多珍贵的草药 您正在收听的是 千叶宗的这个秘境 已经有几万年没有人踏足了 这里的天地灵气 有浓郁至极 自然是灵草灵药生长的绝佳地点 许多珍贵的灵草 都是大片大片地成长在一块 药香气浓郁 杨开根本不用特意地查探 便能发现 只需要飞下去将它们采集片刻 而且四地灵草灵药的药灵十足 杨开所采集的那些草药 最起码也有几千年的药灵 其中不乏上万年的 每一株灵草灵药都药性浓郁 绝对是炼丹的最好材料 它采得不亦乐乎 叶恨恐怕也没有想到 自家秘境内会有如此多珍贵的草药 若是早知道的话 恐怕说什么 也要跟杨开一起过来 绝不能就这么让它占了便宜 但是这些药材 就足以让千叶宗的彩礼 翻上一倍 沿漏锁过 所有的药材都收入了杨开囊中 这还只是这秘境的冰山一角而已 若是全部探索一分的话 杨开估摸着 自己日后再也无需为炼丹的材料而发愁了 前后不过两天功夫 杨开那小玄界中的药源 便已被直得满满荡荡 他不得不将一些相对低廉一些的草药重新采集出来 丢进空间界保存妥当 千叶宗坐拥保身 却不得其门而入 否则单凭这些草药 他们也不至于衰弱到今天这个程度 不说比肩难遇的几个顶尖宗门 最起码宗内会有不少帝尊境的强者 不会被几个二流势力欺辱 千叶宗现在最大的缺点便是没有帝尊坐镇 这也是星界大多数二流势力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帝尊境毕竟不是太多 又是一日之后 杨开前方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山谷 那山谷内景色优美 奇相振振 还不到近前 杨开便嗅到了许多灵药的香气 在一对比这山谷与地图上 地天谷的形状 杨开面色一喜 知道自己找到了地方 蹬下加快了速度 少秦杨开落了下来 站在地天谷中央谋处位置 用心地感受了片刻 表情不禁古怪起来 骗我 这里哪有什么地义啊 他之所以答应 叶青汉来一趟千叶宗 修复那跨界空间的法阵 就是因为这地天谷对他有些吸引力 他想为自己日后竞生地尊敬 打下基础 毕竟叶青汉说了 这地天谷内弥漫着地危地义 是感悟天道无道的绝佳场所 是千叶宗秘境中最重要的地方 杨开本来还打算在这里闭关一阵子 好好地感悟一分 可真到了这地方 他才发现 这里除了浓郁的药香之气 根本没有半点地义 眼前这地天谷根本名不副实 对杨开没有半点作用 叶青汉不可能欺骗他的 这一点杨开有自信 自认识叶青汉以来 他对自己的态度都是小心翼翼 恭敬有加 怎么可能在这种事情上欺骗自己 那唯一的解释就是 地天谷本来确实是有地义的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消失不见了 几万年前的时间过去 沧海变换桑田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杨开站在原地懊恼了一阵子 不过一想起自己采集了 那么多灵草灵药 倒也不算毫无收获 反而收获不小 也就不再那么纠结了 这山谷内 奇相弥漫 显然也是有不少灵草灵药的 既然已经到了这地方 杨开也不打算放过 当下便在山谷内寻觅起来 不多时 杨开便收获巨大 当他从一株半人高的果树上 采集下一枚英红的果实之后 正想着要塞进空间间 忽然像是有所发现 神念放出 在这果子上查探起来 片刻后他不禁轻移起来 这果子他认得 是道元级上品灵果 朱雀果 炼制敌麦丹的主要材料 服用之后可以助武者洗敌经脉 让修为变得更加精准 若仅仅只是这样也就罢了 关键时 杨开从这朱雀果中 察觉到了一丝清晰的规则之力 道元级灵果 即便档次再高 也不可能孕育出规则之力的东西来 这让他震惊非常 再仔细感知了片刻 杨开发现 这孕育在朱雀果中的规则之力 已然成形 隐隐有地义的感觉 杨开忽然眉头一扬 毛子发亮 低呼道 难不成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联盟从自己的空间界里 将之前采集到的灵草灵药 取了出来 仔细查探 一触想后 杨开露出恍然之色 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地天谷 在很久之前 确实存在浓郁的地义 可以让武者在其中感悟修炼 为晋升地尊敬打下基础 可是这些地义 却在这几万年来 被此地生长的灵草灵药 吸收殆尽 如今那些地义 全都与灵草 灵药融合到了一块 再也不分彼此 他在这山谷之中 采集到的灵草灵药 几乎全都如那朱雀果一样 蕴藏了地义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